有水流失啊 你說我們說水流失就要流流流流 結果他自己流流流 他流回他家喔 對 怎麼會有水流失 他是在我們北部一個山區的 那我們接到報案的時候 要去撈那個水流失 其實報案的人是在釣魚 釣魚他看他在對岸 對岸什麼東西 載福載成 而且就是他移動得很緩 然後他就是一看越看越不對 越看越不對他就趕快再去問他朋友 因為他朋友在下雨 趕快叫他朋友上 然後他朋友在看一看 他們就確定 這個一定是有人死掉的 因為就是一個人的形狀 而且而且你怎麼很厲害 他們也不敢去勾不敢怎麼樣 趕快手機拿來就報案了 那報案其實要找到那裡 我還找好久 後來我們找到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等我們 那等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問他說 你這邊看多久 他說兩三個小時 我說好那沒東西好 那我們就 反正分組嘛 然後掛繩索啦 然後帶符具啦 其實因為我們有專門處理這個的一些器具啦 不像以前喔 只穿著泳褲 那還沒有糟糕了 那裝備穿一穿 然後游過去 游過去 我們一下水要靠近他的時候 水流馬上很奇怪就來了 這個不是我們在晃動他 他就一下子 往下又繼續飄 然後我們上面就是有幫我們確保的人 就是拉繩索的人 他就說沒關係啦 繼續放 追 追 這個 叫我們追 三個下水 啪啪啪拼命要追他 你怎麼追就追不到 那追到50米的那個 因為一般 因為台灣的這種河橋都不 繩子太長都拉不回來 對啊 太住了 那我們也是只有用50米的放下去 想說一過去 就要把他帶過來來囉嗦 結果他就不讓你抓 繼續往下游一直流走 那到最後是我們就是一看不對 比個訊號說我們先上岸 然後呢 就是我們先游上岸 繩索收一收 追著他跑 真的從岸邊追 岸邊追不到下水游這樣追 我跟你講那個一路這樣 追他最少追超過20分鐘 因為有的路 沒有路 你必須要下水爬上來繼續追 你不能一直游啊 真的太厲害了 那一次就搞到 就是說最少20分鐘 我記得時間很長 然後他到最後 他就停在一個緩流區 我們講的緩流區就是 你有時候在河道會看到有 好像雪窩什麼樣 他那個你如果飄進去裡面 他會一直在那邊打轉 除非說有另外的外力破壞 他才會出來 他就在那邊打轉 在那邊打轉的時候 我會想說你再跑 你再跑 然後我就確保確保 大家就確保 然後就準備游過去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那個 我們會帶那個泡棉狀的 我們這樣的那種 一種叫浮標 那種浮標 因為那是泡棉的 一般那種浮腫 你只要搞不好 你就輕輕一碰 破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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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很小心保護他的大體 所以我們是用那種 泡棉式的 軟泡棉式的泡棉 會把他身體藏起來 然後再慢慢拖帶回來 可是等我們游出去 游到一半 我一下子聽到有那種 那種哀嚎聲的 很淒慘的那種哀嚎聲 很大聲 就是正在那個 涡流處 漩渦那上面 那上面有注目 對 就看到有人在洋潭 啊 你們跟抓狂一樣 歇斯底里這樣亂叫 神聖病 你看到這個 也不要叫那麼離譜吧 我們在處理幹什麼事啊 結果我們心裡面在講 後來還是游過去 游過去就是 準備把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月復標 以救生復標想把它套住 可是上面就衝下一個女人 馬上就在那邊叫 叫名字 叫名字 叫得很淒慘啊 結果我們當下也是認出了 怎麼搞的 然後 然後他說 你不要 你不要把他拖去那邊 你直接從這邊上 我跟你講下游那邊 你可以直接從那邊上來 就好 不用到對岸 喔 欸 好想耶 看一下 好不好 那就游過去 游過去我看一下 這裡可以上去 好吧 那就從這裡先上來 假如我們繼續把神職就說回去 我們就從這邊讓他上來 好啦 結果我們要抬上來的時候 他就衝下來 衝下來 他是直接要撲過去那個大體 我們還把他擋住 你幹什麼 你不要碰他 你不要碰他 那是我先生啊 當下大家都傻眼了 哪有這種事情 搞錯啊 我說你冷靜 你冷靜 等一下我們已經碰到了 那等一下那個情緒 對啊 今晚會到 那等一下我們再跟他做一個訓言 就說這真的是我先生啊 你看他兩邊的刺青 那個是我的刺青 而且很奇怪的刺青 他是一種類似樹 不知道什麼 樹 我們看不懂 可是他看到他 他說他這全身一直到背啊 請他這樣一講 我跟他需要 快要先 還對 真的是他先生 那這件事情就是 後來警察來去確認比對 然後原來他已經報案 差不多適中快一個月了 那這個 對 這個先生 對 這個先生 那個屍體我看已經差不多10天左右 泡10天 對 差不多泡10天 其實如果泡過10天的大體啊 一般家屬都認不出來 對 除非他的身體的衣服 衣服跟那個時候比如說刺青那種特徵 才會把他認出來 不然真的10天 不要說10天 4天就認不出來 他那個那個衣服都已經爆掉了 對 那種泡在水裡面 然後一直浮腫撐撐撐撐到都爆掉 撐到衣服爆掉 對 沒錯 那那件事情就是他先生 就是因為生意失敗 人家就是舉載 心情不好 到最後開始自殺 他是在滿上游的地方自殺的 可是你看 經過差不多10天一直流流流流 竟然流回去他家 不過講到 這個這個這個像葉教練 這一年四季 隨時您是7-11 24小時待命的對不對 你們有經過四季的節氣來統計 發生意外災害說 端午後有些什麼 就每個季節有些什麼特別的 其實這個是依照我們 自己在處理案例的一個統計 經驗值 對 尤其像端午前端午後 尤其其實正確一點 應該是清明後 清明後都會有突然間的那種 那種大太陽之類 那一直到這個暑假結束 其實他這個季節 我們其實處理的都是水難 水難 夏天嘛 在夏天來了 你看看從我們上個禮拜的年假 一直到今天 老師帶學生去玩水 對 學生自己去 你看端午前要連假那幾天 海邊你看溺斃的一堆 真的喔 那這個 這個還會延續的啦 因為小朋友開始放暑假了以後 有很多家長沒照顧到的 或是自己因為一時的這種衝動 就是說想說試試看而已 或者怎麼樣意外在溺水死亡的機率非常高 而且是在這一陣子 一直到暑假結束 我想溺水 我們這樣十幾年把它統計下來 應該都是這樣 要這個季節都是溺水死亡的比較 那夏天過了以後就很奇怪了 夏天過了以後 大家就是因為秋高氣爽 很喜歡去登登山啊 爬爬山啊 那個時候山浪的特別多 山浪的 對 莫名其妙的山浪特別多 一天到晚不是經常去山上扛受傷的啦 甚至於去扛大體回來的 那這個季節過了以後就比較糟糕了 一開始入冬比較冷 那比較冷很奇怪 那個時候開始火警就特別多 對 火警的啦 燒燙的啦 對 火警啦 燒燙之殺的啦 這一些一大堆很奇怪 這個是比率啦 就是火警在那個時候是最多的 尤其喔 我們的數據最 我覺得最可笑的是 你在年關的時候 年關啊 工廠燒掉的最多 怎麼會這樣 工廠 我跟你講幸運的話工人不在 不是因為我們碰過那種工廠 這個就是還有留那個阿伯留守的 那個燒掉 阿伯都逃不出來 很奇怪啦 不曉得是因為破產的 乾脆把它燒一燒啦 或是進行看 保險公司還可以理一下 很奇怪的 這個因為同學起來都是工廠 過年前也有啦 因為有些砲廚 前後 做地下工廠在做砲廚 都來 教官 那這樣子講起來 你根本沒有淡機 你一年四季都 我們就是看哪一個季節 什麼樣的況 教官剛剛只講了三個季節 然後馬上要到春天 春天 秋高 氣爽 意外災害最多 蛤 秋高 氣爽 意外災害最多 就是這樣 車禍也多 對 大家出遊 那個過了春節 那個車禍才多 那個秋高 氣爽的那種意外 我們講的那種意外 最多的就是在我們講的春季 那春季它除了你說我們 這個…去郊遊啦 車禍啦 那還有一樣很特別 那… 春春天要…